本欄目由北美华人最大的购物网站 易上购物特约播出 最齐全的商品最优惠的价格 已经在易上购物 大家好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主播Cherry 此轮中美贸易战 美国政府封杀中心 这在中国朝野引发 是否在核心竞争力上被卡住脖子的争论 中心事件后 习近平一周之内数度发声 要靠自己的努力 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而破解中心危局 实现中国核心竞争力赶超突破的担子 似乎已经落在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肩上 白宫公布消息称 5月3日至4日 包括财政部长努钦 商务部长罗斯等其为高官在内的访华贸易团 将到访中国 外界预料 此轮中美贸易争端谈判 除了习近平将亲自接见美国访华贸易团 中方的接见名单中还包括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而外界相信 此前已经被明确为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牵头人的刘鹤 将是这次中美贸易谈判中 中方主要负责人 分析人指 此轮中美谈判的前途五外两种 第一种可能是中国对美有限让步 比如 此前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 已经释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和汽车业开放的信号 从而化解中美贸易争端 但即使在此情形下 在核心技术上已经感受到 被卡住脖子的中国 亦将启动其科技赶超之旅 仅仅是赶超步伐会从长计议 第二种 可能是美方要价太高 中美谈判破裂 此种情形下 中国的大国尊严之下 将以越境方式全面启动核心技术赶超战略行动 4月30日 在中国大陆有着深厚官方背景的《环球日报》 就中美科技冷战的话题 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尼光南 在回应全球化和可贸易的环境下 中国是否得自主拥有芯片 这一核心技术问题时 尼光南的话似乎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既定思路 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 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 如果早几十年搞下芯片制造 我们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芯片 就不会被人卡着脖子了 而如何在包括芯片在内的核心技术方面 实现自主创新 中芯事件之后 在中国朝野爆发的一场 旷日持久的大争论 一派主张政府主导 以产业政策模式快速推动 这实质上是另一种越境的模式 一派主张市场主导 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作用 然而吊诡的是 原本严肃的学术话题和政策争论 两派观点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火药未见农 甚至上升到了爱国卖国意识形态对骂 中国经济学家吴敬莲 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小范围学术会议上 就中芯事件发生 称不惜一切代价 发展芯片产业的口号很危险 吴敬莲言论一出 随后就一篇报道 斥责吴敬莲是卖国洋奴的 大批判文章热传中国互联网 上纲上线批评吴敬莲 所持观点为洋奴哲学 盖文还打着习近平旗号 断章取义大搞批判 这些极不理性的 上纲上线式的意识形态大批判 无疑给分管中国科技工作的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来挑战 刘鹤指出 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三个定律之一 就是比尔盖茨定律 比尔盖茨是大家熟知的企业家 他认为一个企业成长的速度 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理念 和企业家创新的心态 也就是说 在今后的网络经济时代 对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就是 不断地开阔不断地创新 刘鹤曾引用经济学家熊匹特的话说 企业家的重要作用 企业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 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 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 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 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而对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 中国朝野向来不乏争论 刘鹤的市场观点 在中国意识形态互搏 左右争论日益激烈政治大环境下 无疑将面临苦大挑战 北大女学生月鑫 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表6000字长文 叙述自己遭校方施压的过程 他透露 他被暗示背后有境外势力 与他谈话的学院老师对他说 人家想给你治个罪 都是判国罪 都是分裂国家的罪 20多年前 北大教师沈阳性侵女生高严 高严最终自杀 4月初此案重新曝光 北大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月鑫 与其他几名同学要求学校信息公开 即公布沈阳涉嫌性侵学生 并置对方自杀的调查细节 而遭到校方的打击报复 4月23日月鑫发表公开信 称其连日来遭到校方的频繁约谈 其母几乎精神崩溃 家庭关系紧张 他要求校方立即停止施压行为 并消除此事带来的一切不良影响 北大校园内随后出现了三张海炮公开声援 4月30日月鑫再次在微信公众号发表 6000字文章《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文章中写道 4月20日校方就沈阳按讯息公开回复学生时 她坚持将信息公开回复函拿回 但校方希望她毕业后再领取回复函 她因此与校方发生争执 最后学校妥协并把回复函交给了她 回忆起领导老师给月鑫回复函时的态度 月鑫的文章表示 学院老师表示 她不能理解我为何要着急地将回复拿到手 并觉得5月11日没有意义 月鑫文章透露 学院老师还提到境外势力 当时问及境外势力究竟是什么情况 学院老师暗示 此事高层有定性 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 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 人家想给你治个罪 都是叛国罪 都是分裂国家罪 月鑫4月30发出的 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一文 迅速被微信运营方屏蔽 大陆网站对该文的转载也均遭到封杀 法国表示 希望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民主国家新轴新的核心 以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 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主导权和影响力 据美国之音报道 正在澳大利亚悉尼访问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中国的崛起是个好消息 但一个地区需要平衡 印太地区对全球和平和稳定至关重要 法国希望与澳大利亚合作 成为新的平衡力量的核心 马克龙强调了 在印太地区保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发展 以及必要的平衡的重要性 他说不能在该地区有任何霸权 堪培拉正在试图与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建立联盟 并且说服欧洲强国重返太平洋 结成一个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专制国家影响力的堡垒 去年11月 澳大利亚官员与日本、印度和美国官员达成协议 重启四国联盟 这11年前由美国提出的外交倡议 与此同时 北京方面做出了越来越强硬的动作 不仅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加建人工岛屿 而且进行装备已用于潜在的军事用途 在马克龙对印太地区做出承诺之前 曾拥有许多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英国 在上个月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 做出重返太平洋的类似承诺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 还派出皇家海军的新的航空母舰 参加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演习 北京正在以大量发展援助和贷款 来帮助一些太平洋地区小国建设基础设施 也让西方民主国家担心 中国以金元获取这一地区 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金融时报援引一份研究报告说 在2006年至2016年期间 中国为太平洋地区的218个项目 提供了18亿美元的资金 分布在包括斐济 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等国家 韩国总统府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说 美军驻守在韩国 事关韩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跟南北方签署和平协议毫无关联 此前 韩国总统的一名安全事务顾问和学术专家 在报刊上发表评论 称在朝鲜半岛和平条约签署后 北军很难再有理由继续驻守在韩国 总统府另一位官员星期三表示 首尔希望美军继续留守韩国 因为北军能在与中国与日本等周边东北亚国家 发生军事冲突时起到调停的作用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上个星期五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 双方签署了朝着半岛完全无核化目标 而努力的板门店宣言 宣言提到 双方停止针对对方的一切敌对行为 但没有具体提到驻韩美军的去留 美国目前在韩国驻有近三万名军人 平壤当局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美军离开朝鲜半岛 并使美军撤离为他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先决条件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几个星期后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 美军驻朝鲜半岛据信是川青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韩国总统文在寅发出指示 与朝鲜的经济合作将放在无核化之后进行 香港电台引述韩联社的报道说 清瓦台总统府透露要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再推动南北韩经济合作 韩联社指南韩方面认为签署板门店宣言之后 南北韩及美方要为无核化问题积极互动 总统文在寅的指示是 南北韩不适宜立即进行经济合作 分析指出要启动南北韩经济合作 亦要先缓解美国和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 另一方面美国树架F22战机据报道抵达韩国 准备参加5月11日起为期两周大雷霆例行演习 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是例行演习 呼吁媒体避免对此部署进行猜测性的报道 新岛日报5月2日报道 毛泽东的堂侄女毛小青在微信接受查询时 否认有关毛新宇死在朝鲜车祸的传言 她称毛新宇根本没有去过朝鲜 但外界尚未看到毛新宇本人公开露面辟谣 毛泽东的堂侄女毛小青微信接受新岛日报查询时 否认毛新宇在朝鲜车祸死伤者名单中的传言 她称毛新宇根本没有去过朝鲜 该报道还引述分显示称 毛新宇是军队少将且身份特殊 不会参加旅行团去朝鲜 4月22日晚朝鲜黄海北道发生一起恶性车祸 32名中国游客和4名朝鲜工作人员不幸遇难 有两名中国人受伤 之后传出这次复朝旅行是中国物有之乡红歌会 为了纪念抗美援朝65周年举办的活动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最后在网上透露一名姓刁的朋友 死于这场车祸立即撤下了帖子 更引发怀疑 随后大陆网络出现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 也在死伤者名单中的传言 以及多篇辟谣的帖子 可是毛新宇本人至今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辟谣 5月2日消息 据华尔街日报称 五角大楼认为 中国制造的手机构成间谍威胁 以令美国军事基地停售中芯和华为的手机 华为发言人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中芯发言人周三上午没有立即回复评论请求 此前华为据称遭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 是否存在违反伊朗制裁的行为 感谢大家收看万维独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